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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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瑞克宇 打工程師 罐頭 Y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車用的油量表 什麼是油量表呢 它就是要監控你的愛車 沒有油的設備 OK 好那我們這邊呢 有準備好了一顆 油量表 還有一台 三用電錶 跟一個 油量感測器 OK 首先呢 我們先來介紹 油量表 油量表它常見的規格呢 有0-180欧姆 跟240-30欧姆 再來呢 油量感測器 它也是一樣 0-180欧姆 跟240-30欧姆 油量感測器 就真的沒有 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把油量表跟感測器做一個連接的測試動作 首先呢 我們先將 油量感測器 油量表的 紅線 去接上我們的 電源 正電的部分 然後加我們的表 然後藍線就是D,去接上電源D的部分 然後再加我們錶白線,就是我們錶的燈光 去接到電的正電的部分 然後再加我們錶的黑線,就是訊號線 去接上我們油亮感測器的 另外一條黑線呢,就接到我們D,就可以了 OK,這樣我們就連接完成了 我們現在做上電的動作 那各位我們來看一下它 做動作的 我們現在呢,這個油亮感測器 它這個浮標 那它最底部的時候呢 我們的錶的指針,會是在0的位置上面 OK 然後當它的浮標在最底部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到我們的錶 會是在 滿油的位置上面 OK 那這樣子的話,就表示說你這套 油亮表是沒有問題的 那各位 如果你要來判別這個油亮感測器呢 它是否 動作正常 跟它是什麼樣的規格呢 首先 先拿出我們的三樣電錶 然後 將檔位 轉到2K的位置上面 OK OK 然後再加你的 油亮感測器 這兩條線 去對接上 散用電錶的 兩個碳板上面就可以了 好,現在我們就結好了 看你的油亮感測器 的浮標是在底部的時候 你會看到你的三用電錶會顯示為0歐姆 當你的浮標呢 是在最底部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說 應該要顯示為180歐姆 但是它是顯示190 但是通常這個呢 油亮感測器呢 會有個誤差值是在正負15歐姆內 所以我們是在 誤差值內 所以表示說呢 這個 油亮感測器 它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通常 如果你 發現你的油亮感測器 測試了之後是在最底部 它是顯示240 但它在最底部的時候 它是顯示30歐姆 就表示說這個油亮感測器的規格呢 是在240到30歐姆 當你 覺得 測試完之後 你的 油亮感測器是沒有問題的時候 如果假設跟你的表作連接 發現你表沒有動作 指針不會動 那就可以簡單的判斷說 可能是你表是有問題的 那各位如果你們要 挑選購買表 或者是 感測器的時候 請先確認好你的規格 再進行購買 那今天就先介紹到這邊 那如果有什麼 疑問或是 想要我們下一次影片 介紹什麼樣的表 請按下方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呢 請分享訂閱 謝謝大家 掰掰